和老板女儿住在一起被老板发现 就在这时 当初那个不辞而别的白月光又出现了 我准备和她解释一下当年的误会 误会太深了 我竟不知道怎么说了 这个当初就是小齐跟你洗的外号嘛 哎呦你别逗了 那你告诉告诉我 我为啥叫十九 只能实话实说了 你知道十九的英文怎么说吗 好尴尬 年轻时候真的是什么外号都能想得出 所以当初我奋不顾身 别说了 她好像是生气了 不知道是因为外号还是什么 而且你现在不是跟你老板的女儿说的挺好的吗 说这些干嘛 她说的对 确实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各自的经历 哎呀其实啊 每个人都会有些遗憾 就像小时候为什么没好好学习 为什么没有去父母的话 或者两个人因为一件小事产生误会 她是在说我们吧 那你这几年怎么样 交了几个男朋友 你是想了解我的过去啊 还是问我现状啊 我想 糟了又要被误会了 七七你怎么来了 这眼神好像要杀了我 赶紧做个介绍吧 那个这个是我女朋友 你们见过的 不是应该叫你十九啊 还是应该叫你前辈啊 你想叫胡就叫胡吧 只有咖啡啊 人帅每次带我喝咖啡的时候 不都给我点甜品吗 你说只有这样喝咖啡 觉得才不会苦 她知道我不喜欢吃甜品 我该怎么办啊 火药味太浓了 那个我去个卫生间 你们先聊着吧 我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们分开了 没想到 等我从卫生间回来后 以后的事 以前的事 再慢慢跟你说吧 咱俩现状 肯定是不一样了 他们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不含火药味 现在怎么还拉手了 不得不说 女人真的是个奇怪的物种了 不是 你刚才火药味还那么浓 怎么还留电话 我问你 如果张张还喜欢你的话 我俩你选谁 谁能告诉我 他们到底聊了什么 琪琪为什么这么问我